你告诉我 那个英吉利全王为什么没有杀了铁桥三 你不是说他是无敌的吗 回那大人 在下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呀 现在又让梁昆当了一回民族英雄 你说该怎么收拾这个残局 我 我 眼下铁桥三打败奥布利这事吵得正热 杀死杜飞的事情已经全然没有人提了 还有人说铁桥三是为诬陷的 那大人 那您的意思是 杀了铁桥三 这次下手一定要干净利落 这样做才能永无后顾之忧啊 那大人 我可不能帮您出手啊 什么 你别忘了 这可是你的提 你不收拾这残局 有点说不过去吧 那大人 我没说我不收拾残局呀 沙鸡烟用在牛刀 只需要两滴 就可以解除那大人的心头之痕 这位老板 您是第一次光临吧 请请请 不知这位老板该如何称呼啊 小兴威 卫老板 卫老板请 卫老板请 在厅里与那些三教九流坐在一起 只好委屈您到我的房里来 比起与三教九流同处一室 更让我高兴的是 我能够有如此荣幸走进你的闺房 乔老板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调到广州的 三年前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都人老珠黄了 还有什么好见的 乔老板 卫大人 我想你已经见过了吧 这就是我的徒儿 好好的一个姑娘家 这怎么 她是出来避难的 一个姑娘家家 终归是不方便的 乔老板 原来你和卫大人是旧事啊 小姑娘 你要好好的感谢乔老板 我来广州三年多了 她一次都没来找过我 这次为了你 她竟然开了金口啊 卫大人你是知道我的 我不是那种攀龙覆凤之人 如此说来 我倒是脱了江姑娘的福啊 若不是江姑娘有求于我 我还无幸见您乔老板一面咯 乔您说的 您敢说您这心里 还有乔英的一席之地吗 当然有 这几年 我还没有遇见一个 能把水调歌头 唱得比你更好的人 要是卫大人 能把铁桥三救出来 我每天唱给您听 如果铁桥三真的没杀杜妃 那我一定一帮到底 铁桥三真的没有杀杜妃 他是清白的 我相信是清白的 可证据呢 衙门要看的是证据 卫大人 也让一个姑娘家家地去找证据 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别担心 我已经派人去搜集 方方面面的证据 我相信 要找到对铁桥三 有利的证据并不难 那 要是没有证据的话 铁桥三下场会如何 那当然是杀人偿命啊 江姑娘不必担心 如果你所说的句句属实 上天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帮 还能帮谁呢 那就一切拜托卫大人了 铁桥三是家中的独苗 您一定要想办法保住他的命啊 铁桥三要是知道 姑娘如此为他担忧 他一定会感动的 不如这样 我安排一下 让江姑娘到大牢里 去探望铁桥三 不不不 千万别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存在 为什么 卫大人 这各种原因复杂 您也不必多问我 不过 我们绝对不能让一个清白之人 蒙受冤屈 如若不然 您作为地方父母官 这脸上 恐怕也挂不住吧 乔老板呀 乔老板 言辞犀礼 依然不见当年哪 卫大人获奖了 来 大人 什么事啊 大人让属下查看明晴 属下听到一些议论 都怎么说的 有人说铁桥三杀杜飞 是为父母报仇 忠义孝提 就是死了 也算值了 可是也有人说 那个铁桥三 根本就没有杀杜飞 是有人栽赃陷害 还真有人这么说 说的人还不少 这铁桥三还真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了 还有一件事很奇怪 什么事 铁桥三的徒弟 不想办法营救铁桥三 却在十三号码头 施舍乞丐 只要去一趟 每个人都能领到十温铜钱 你说他们在施舍乞丐 是的 大人 可能是他们觉得铁桥三这次在劫难逃 才临时爆佛脚 想给铁桥三破财免灾呢 不 这件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 他们这么做肯定有他们的理由 这是想找什么人了吧 对了 给铁桥三送信的小捕头怎么样了 大人说得不大 已经被我处理掉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另一个麻烦 得先解决 这是总督大人派人捎来的信函 总督大人 他说铁桥三是杀害朝廷命官的重犯 说不定背后会有什么幕后主使人呢 幕后主使人不就是 我说你傻呀 你不会拥有脑子呀 我可都什么也没说 你 你以为总督大人怎么会知道有什么幕后主使啊 这都是表面的说词 他的目的 是想让我把铁桥三的案子做大 把案子做大 这不是要种植铁桥三哪 而是要帮铁桥三开拖 开拖 没看出来呀 要想种植铁桥三 仅凭杀杜飞一条就足够了 干嘛要话设天族 非要说背后有什么主使 再说了 有没有主使 我不比谁都清楚吗 应急立国的大理事 没能将铁桥三给弄死 给我留下了后患 我的时间不多了 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弄死 以免后患无穷 这个是从红毛国来的毒药 怎么办 你自己想办法 切记 这件事情与我无关 属下明白 娘 娘 我回来了娘 我认得你 你是拿大人的护卫 小顺子是吧 你娘不在家 你 您把我娘怎么了 你先别急 我们去喝杯酒 我再慢慢告诉你 小顺子 干杯 你害怕啊 你害怕啊 怕我下毒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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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全干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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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听话 哎呀 我总算没有找错人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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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大人 不知道您今天为何突然请我喝酒 这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哦 怎么了 烧到手了啊 嫌银票烧手的 恐怕你是第一个吧 顾大人 小的从来没见过银票 更别说 二百两银票了 这可是二平大员 一年的俸禄啊 小的 不敢要 哎 先听我把话说完 再决定要不要 听说啊 现在都是你给铁条餐送饭 对不对啊 顾大人 小的只是送牢饭的 啥都没有做过 谁还没个第一次啊 干习惯就好了 这个 小的 真的干不了 嗯 你小子很聪明啊 还没说让你干什么 你就推辞 这是西洋神药 你只需滴两滴 在铁条餐的饭菜里 这二百两银票 就都是你的了 做笔小买卖 买房娶媳妇 一辈子吃喝都不用愁 小的不要 化得跟你挑明了 你敢不答应 还想活着离开吗 这药水 反正得有人喝 铁条餐不喝 你就得喝 还有考虑 小顺子 你在这世上 就只剩下你娘亲一个人了 别忘了 你娘还在我的手里呢 你们看你们看 当时呢 我就这么一往下去 往回拉的时候 我感觉很重 我还以为是条大鱼呢 谁知道 竟然是个死人 还以下真晦气 听过听过 让一下让一下 让一下 少爷 那天送信的好像就是他 是他 我说老兄啊 你有什么事想不开 你非得去跳江 你这一死倒是好了 我师父的冤情 可怎么办呢 人死都死了 你还说他干什么 大师兄 真的是他吗 你要不要和阿水 再看仔细一点 好像是啊 等会 你们看他胸上的伤 像是被杀了以后 我扔进江里的 帅 帅 杀人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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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事 是什么事 不得着呢 是 哼 你说好不容易把人给找着了吧 他却死了 难道师父这事真的就无解了吗 除了这个人 就没有别人能救三哥了吗 无论如何 我们一定要让师父知道这件事情 关键师父在牢里 他怎么能知道啊 那我们就去牢里找他 你要劫狱啊 谁说要劫狱了 这次啊 我打算光明正大地走进去 不行了 我明白了 大师兄要花点钱是吧 除了花钱你还能干什么 你错了 这次啊 我不打算花钱 本家里我告诉你 你要连钱都不想花了 你就一点作用都没了 当然了 我觉得这次花钱也没用 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人 谁啊 小顺子 去牢里看看那 走走走 管用啊 管用 走 小顺子 谢谢你啊 大哥 你饿了吧 这几道菜是我娘亲手给你做的 你尝尝 好 味道不错 可好吃 是吗 大哥喜欢 有空让我娘再给你做 好 多谢啊 小顺子 你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你要是 有什么事情 你跟大哥说啊 大哥 小弟 想跟你说几句话 能行吗 可以啊 你说 我听着 大哥 嗯 我真的 很感激你对我做的一切 小顺子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啊 能在保之林跟大火一起练功 小顺子真的觉得很快乐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还是有什么事情 没关系 你跟大哥说 没 没事 是 小顺子只想跟大哥道个谢 就怕 就怕现在不说 以后没机会了 小顺子 咱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你别担心我 你要相信有一天 一定会水落石出 我一定会被释放的 来 大哥敬你 敬 你 能回报大哥的恩情 小顺子死不足心 乖 小顺子 小顺子 大哥 酒里有毒 小顺子 谁让你等酒的 谁让你这么做的 告诉我 让你喝多酒 保护我娘和我的性命 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不让你喝点多酒 一旦走出这个门 你 姑娘也不会放过我的 我只求 大哥出去 以后 好好照顾我 娘 我 小春子 大哥答应你 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我 小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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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好了别好了 人都在这呢 他怎么了 他死了 死了 他 他好多男的怎么会死的 他给铁鸟酸送饭 不知道怎么的 人活着进去了 就躺着出来了 都没挡路了 我得赶快把他送到五座那去了 哦 干吗呢 小顺子 咱们走了 先去武尊那儿检查一下 然后送你回家啊 走 少爷 小顺子是被毒死的 他不过是个狱卒 怎么会被毒死呢 只怕他们想毒的 不是小顺子吧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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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毒死的是师父啊 一定是 拿鬼堡这次失手了 不会就此罢休的 这把王八蛋的狗官 为什么那么歹毒啊 这位师父 铁师父现在在里面还好吗 铁师父没事啊 撞得跟头牛似的 每天还打拳呢 官爷 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一下了 不行 这位官爷 要不你开开价 多少钱只要我能给得起的 我一定给 你这光天化日的 还敢拿钱买同官差啊 不是 官爷 官爷 麻烦你 你就通融一下 我们进去看一眼 就一眼 这其他人哪 我可以通融通融 铁师父不行 那是娜大人清点的要饭啊 要严格看管的 你们就别求我了 算我求求各位了好不好 现在呢又出了小顺子这档事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还请各位赶紧走吧 好不好 阿水 算了算了 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别拿为人家当差的了 还是先去看看小顺子的状况吧 清洁啊 顺子 你怎么丢下娘一个人呢 顺子 姑娘 人死不能复生 您节哀啊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铁师父 他不嫌弃我们家小顺子 还愿他当了弟弟 可是 可是 是 顺子大娘 人死不能复生 您别这样 大娘 大娘 武作他有没有说 小顺子是怎么死的 他说咱小顺子 是病死的 这怎么可能呢 咱们家小顺子 病常没病没痛的 怎么能说病就病死的 这种话一听 就知道是个借口 大娘 大娘您先别哭了 您再仔细想想 今天 家里有没有来过什么人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有 今天早上 有个男人来家里找小顺子 这人是谁 这人是谁 我不知道他是谁 那他有没有说过什么呢 他说他有个朋友在大牢里 要拜托咱家小顺子 帮个忙 当时我着急出去 帮人家洗衣服 就留他在家里 等小顺子了 他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 他姓 他姓 对 对对对对 他说叫我 叫他 叫他顾兄弟 顾兄弟 不用问了 肯定是顾英 顾英 那他肯定是拿贵宝之使的 这个欺人太甚 一大欺小的狗棍 估计是逼着小顺子 要他在牢里毒死咱们师父 说到底 还是冲着三哥来的 小顺子跟我也算是兄弟一场 他替师父喝了毒酒 而身亡的 大娘您放心 我不会亏待小顺子 我会后葬小顺子 风风光光地送他走完 最后一程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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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属下有罪吗 属下该死 公爷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小点 该打 对 你就是该打 这个耳光是你欠了的 因为你当着全百姓的面 砸了我的耳光 而且连续打了两次 大人 那奥布里的账 怎么能算到我头上呢 我不想救死崇敌 你只需要介绍眼下的事情 那个小顺子 小人特意打听过了 为人老实 又跟铁桥三学过过 我本以为 他是都四铁桥三的最后人选 谁能想到他自己把油喝了 尸体是怎么处理的 属下不愿生长 出事后让普怀把尸体送回他家 那梁坤的徒弟是怎么找的小顺子的 我不知道 你糊涂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干这样的事情 应该私下里悄悄地进行吗 大人息怒 不 孤英啊 你连续两次失手 非但没有杀了铁桥三 反而让他成了风云人物 你自己好好想想 有没有让自己将功赎罪的机会 我再找实际把他杀了 你打打不顾人家 毒又毒不死人家 你拿什么去杀人家 眼下的风势不在咱们这边 所以千万不要火上浇油 最近你不要有任何的小举动 那大门外的事怎么办 那还用问 赶紧想办法把人撵走啊 衙门门口摆设灵堂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是 大人 铁桥三啊 铁桥三 你和你的徒弟还是真敢给我蹬鼻子上脸 好 到时候看我怎么弄死你们 走 这里谁弄的 顾大人 是我 衙门门前是你大灵堂办丧事的地方吗 赶紧给我滚 怎么了 你叫谁滚呢 顾大人 你会说句人话吗 败甲林 你别仗着你们林家的势力不值好歹 信不信我现在就抓走你 顾大人 你凭什么抓我们 就凭你们几个带头在衙门前闹事 就能让你们吃一辈子好反 顾大人 我看你是弄错了 我们没有当事 我们在办事 你办什么事 办赃事 办好事 对 办好事 好事 好事 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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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心扰乱之安 你还敢说你是办好事 小帅子死了 大家兄弟一查 我林福城出钱安葬 难道这不算是好事吗 就算是办好事 也不能在衙门门口办 赶紧给我收拾走人 顾大人 小帅子死了 他家里只剩下一个病重的娘 少无片瓦遮雨 下无利坠之地 你说他不在这儿办 他在哪儿办 对 怎么回事 就在这儿办 对 就在这儿办 顾大人 说一说的对 就在这儿办 要不去你府上办 你们站在那儿都是死人哪 还不动手 把这破灵堂给我拆了 谁跟祖兰立刻抓起来 怎么了 还不动手 顾大人 小帅子生前 我们经常欺负他 如今他走了 我想烧住香 请大人成全 你们干什么 要造反哪 你想杀头吗 大人 宁可得罪活人 也不要得罪死人哪 有本事你就现在杀了我 杀了 杀了 要我抓你就抓吧 这年头 我也活够了 要杀 你就杀吧 反正杜大人也死了 小顺子 didn't杀了 杀了 也死了 再死我一个 也不算多 好 咱们走吧 好 好 好啊 不 少爷 令公子 方便的话想跟你说句话 请 令公子 有句话我如果不说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 小顺子 小顺子他是替铁师傅和毒球死的 快 开门开门 快点 卫大人请 卫大人 铁师傅 好 甘文阁下是 总督府魏云飞 卫大人 久仰大明 今日有眼不识卫大人 请多见谅 好 爹师傅不必多礼 坐 坐坐坐 卫大人请坐 来 爹师傅 其实我早闻你的大明 你的武功高深 大便广州城内无敌手 甚至连日本朝鲜 营基地大力士 都是你的手下败将啊 卫大人过奖了 在下 只是保之林一个教书的先生 平日里锻炼一下身体而已 天师傅 我不瞒你说 我调查过你的身世背景 你原名良坤 广东佛山人 父母都是天敌会的成员 因为受父母的牵连 遭到朝廷的通缉 现在因为杀人罪 被捕入狱 天师傅 那个杜妃杜捕头 真的是你杀的吗 杜捕头真的不是我杀的 还希望卫大人明鉴 我耳闻过很多种 关于杜捕头的死法 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 不是你干的 清者自清 杜捕头不是我杀的 所以我也不必在意 别人会说什么 天师傅 不必感情用事 你总不能一直 就这么待在牢里吧 我想杜捕头 乃至小顺子之死 还都指望你 能够亲自出面 为他们查明真相呢 卫大人 你相信我是清白的 慢 我可没有说过你是清白的 那您这 我需要线索 我更需要你亲自向我证明 你是清白的 天师傅 你能否把这件事情 再给我讲述一遍呢 好 那是杜捕头 约我在南城驿站相见 后来到了南城 发现杜捕头已经身亡 两名凶手 见到我转身就逃走 我追赶上去 与其缠斗一番 他们两个逃走之后 那大人 就带着一队官兵 到了现场 把杜捕头的死 加罪到了我的身上 那 狱卒小顺子之死呢 当时是怎么个经过 小顺子为人所逼 不得已之下 替我挡了毒酒 小顺子 小顺子是因为我而死 他真是太可怜了 天师傅 这两截事 那你觉得 真正的凶手是谁 凶手 皆为顾应 不过我觉得 这幕后的主使是 拿桂宝 你一口咬定拿桂宝 你可有证据啊 我没有证据 但是我知道 拿桂宝掌握着现在 所有广州城 最大的利益交易 利益 你指的是 这一切都因走私而起 拿大人身为朝廷命官 他当然知道 利用别人的身份 去掩饰自己的身份 如若 我要戳穿他们的真面目 你又何建议啊 在下认为 可以先从顾应身上查起 因为顾应是拿桂宝的爪牙 抓住他 便能揪出拿桂宝 所干的各种坏事 明白了 谢谢铁师傅的提醒 对了 魏大人 还有件事情 可供您参考 铁师傅请讲 我曾见过小顺子中的毒 就跟死去的 汇丰堂堂主安鲍所中的毒 一模一样 你说的是 外面有很多谣传的 被你打死的安堂主 但是安堂主不是被我杀死的 他是毒发身亡在擂台上 只是这件事情 没有真相大白 小顺子在死之前告诉过 是被顾应所逼 所以根据这条线索查下去的话 我觉得 可以查出谁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顺便可以还我清白 也可以让安堂主安息 明白了 爹 爹师傅 我今天来见你 真是受益匪浅的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到冤去 真是多谢魏大人 小顺子小顺子 你下一辈子 一定要好好偷看 找个好人家 别再像这辈子一样受苦了 你放心 我会替你照顾好大娘的 小顺子 你拜我师父做大哥 按备份 我们都应该叫你一声师叔 师叔 你舍去了自己的性命 换取我师父的一条命 我们保之灵中弟子 会永远记住你无悔的付出 眼下我师父 还在牢里 没法出来替你上香 你在殿之灵 抱有我的师父 能够平平安安地出狱 顺利脱险 将这帮狗官生之以法 我相信 我们大清 一定有公正联名的好官 能够替你平反 替师父平反 让这些狗官 受到应有的惩罚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等一下 一个小小鞠躬 在一个小鞠躬 够的 小鞠躬 在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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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